此幅匡人解为徒 乃周晋王二十五年 鲁定公十五年 西元前四九五年 孔子年五十七岁 先后去鲁王位 又去魏王城 在经过匡帝的时候 匡人发现孔子的状貌 很像是鲁国继孙代父之家臣杨虎 由于杨虎曾经在匡执政 恒征赴税 虐待百姓 匡人意图报复 税围困孔子五日 孔子完全不为所动 玄歌不错 并且说文王寂寞 文不在之乎 天之将上斯文也 后使者不得语于斯文也 天之未上斯文也 匡人其如与何 以天不上斯文的道理 安慰弟子们 天意要让孔子承担 传递文化的责任 匡人怎能奈我何呢 后来匡人知道出于误会 乃解围而去 途中 孔子在山林间弹琴 表明心智 弟子们从容聆听 匡人由拔剑张弓 到放下武器 光望聆听 这些匡人 有表情服饰 及知识乡也之人 虽仇恨于杨虎的暴政 但在孔子这般 从容的面对 也知认错人 而慢慢地放下武器 表情也从愤怒 变得观望 到承认误会而离取 这幅图可学习到 孔子对文化传承的自信 与面对逆境的从容 是消除障难的最佳榜样 序幕太阳 杨虚 杨虚